在上一个单元中 我们学习到血液循环系统 就像是圣诞老公公送礼物一样 血液能够将氧气与养分 送到组织细胞 同时也像垃圾车 帮忙把细胞产生的二氧化碳 代谢废物再走 不过狐狸猫十分困惑 这些气体与物质 是如何在血管与细胞进行交换的呢 组织细胞与维血管 会透过扩散作用 进行物质和气体的交换 这些物质与气体 就像之前学过的扩散作用一样 会从浓度高的地方 往浓度低的地方移动 当人体吸气时 空气会进入到肺泡中 肺泡外 有丰富的维血管网包围着 这时因为进入肺泡内的空气 所含的氧气浓度 比肺部维血管中 所含的氧气浓度高 所以氧气会从肺泡 扩散到血液中 经由肺静脉流回心脏 再运输到全身的组织细胞 这里请你想一想 血液流到组织细胞时 氧气会如何扩散呢 当血液流到身体组织细胞时 氧气会如何扩散呢 A 血液中氧气浓度较高 所以氧气由血液 扩散到细胞内 B 细胞内氧气浓度较高 所以氧气由细胞 扩散到血液中 正确答案是A 当血液流到组织细胞时 因为血液中的氧气浓度 比细胞内高 氧气会从血液扩散到细胞内 细胞获得氧气后 就能利用这些氧气 进行代谢作用 同时细胞进行代谢作用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也会扩散到维血管中 藉由血液运送至上大静脉 或下大静脉 回到心脏 经由肺动脉送往肺部 此时 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 高于肺泡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因此二氧化碳会从血液 扩散到肺泡 再排出体外 了解氧气与二氧化碳 在肺部 以及在身体组织的交换后 狐狸猫对于养分的交换十分有兴趣 这里请你用先前学过的 有关消化的概念想一想 你认为哪一个部位的血管内养分浓度最高呢? 人体内 哪一个部位的血管内养分浓度最高? A. 小肠绒毛内的小静脉 B. 肺泡周围的围血管 C. 腿部中的小动脉 正确答案是A 还记得先前的单元中我们曾经学到 小肠绒毛负责吸收经过消化后的小分子养分 这些养分会从小肠绒毛的细胞扩散进入围血管 会流到小静脉 所以啊小肠绒毛的小静脉含有最多养分 再借由全身的血液循环 将养分送到所有组织细胞 让细胞获得进行代谢所需的养分哦 下列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叙述何者正确? A. 血液与细胞透过扩散作用进行气体与物质交换 B. 在肺部 氧气会由肺泡维血管扩散至肺泡细胞中 C. 在身体组织 二氧化碳会由维血管扩散至组织织组织织胞内 D. 肺动脉的氧气浓度高于肺静脉 正确答案是A 课程的尾声让我为你做个小整理吧 1. 血液与细胞透过扩散作用进行气体与物质的交换 2. 肺循环中在肺部气体交换 氧气会从肺泡扩散到肺部维血管的血液中 2. 氧化碳则从肺部维血管扩散到肺泡内 3. 体循环中在身体组织的物质交换与气体交换 2. 氧分和氧气从组织维血管扩散到组织细胞内 2. 氧化碳的肺物从组织细胞扩散到组织维血管的血液中 3. 经过今天的学习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 4. 主动脉 上大静脉与下大静脉 4. 肺动脉 肺静脉 以上4种血管中哪一种血管里面所含的氧气浓度最高 4. 而哪一种血管中所含的氧分浓度最高呢 5.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留言在下方 5. 我们下次再见咯 5. 拜拜 5. 肺静脉 肺静脉